2020年Young Finch都称為韓國街 因為前後左右你都聽到 안녕하세요 감사합니다 三年的改變都可以稱為現在香港的奇跡 不是多倫多市中心讀書找屋租的話 下一個選擇你都會想Young Finch & Shepherd 因為它是安全以上 交通方便 下街吃飯 今個星期再和你加港區Young Finch & Shepherd的World Elm社區 歡迎一齊加港區 尤其是Young Finch & Shepherd是源於北約克三個不同的社區 有Wilada West East 和Lansing West Gate 它的位置就是多市中心 401以上的北面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直接在它的北面 所以地鐵TDC就可以一條直路 令到這麼多人喜歡Young Finch & Shepherd 因為為什麼呢 去市中心不用轉車 方便又不用煩 亦都沒有市中心那麼窄 社區的鄰居就有Bayview Village 裡面有Northview Ikea Don Valley Village裡面有Seneca College 還有Hairy Farms裡面有Fairview Mall 看完這一集的時候 可以去到我家養區Playlist 看完這三個社區 我是Can Sanon 全職地產經紀 所以如果你有買賣和租 At any price point I would love to be your guy 言語了 Wilada 社區被數據稱為 Eat Play Love Younger Well Educated Urban Singles 就是愛生活 年輕 高學歷 城市化的單身人士 是不是你呢 2023年數據顯示大約30%日常講英語 12%波斯人 11%講普通話 9%韓國人 7%廣東話 大約有六成的住戶在這裏 都是有大學或以上的學歷 那你就說 好像韓國人少了 對 因為相比2020年 收集的數據真的有重大變化 分析顯示了 Wilada 社區已經不再是韓國街了 Covid 真是令到韓國人有7%的下跌了 不過波斯語言 普通話和廣東話都有住戶1-4%上升的跡象 當然啦 香港人都很喜歡這個位置 那三年來呢 不單只有人口的改變 業主租客比例都有很大的變動 2020年租客比例有65%租戶 現在到了利率6%了 又是不是真的合理呢 教育粉絲 記得在下面留言 訂閱 因為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下網了 有打算住在Young Finch & Shepard 讀書或江就業 所以住在Wilada 社區 一架巴士的車程 已經去到Seneca College的Newham Campus 搭TTC地鐵 就可以去到市中心上班或上學 有少數的家長 會是因為這裏的小學和中學 而住在這裏 因為小學朋友可以去到Wilada Middle School 在這裏住的中學朋友 亦都可以去到Erhan Secondary School 費里斯學院排名安省739間 這裏排行21 交通工具啦 家傳會曉都知道Wilada的地鐵 就是他們的急印點 你想像一下 如果下雪下雨的時候 你要迫巴士要搭地鐵 是不是很辛苦呢 就好像香港地鐵站上過一樣 直接到地下就有地鐵站了 簡直是懶人包選擇的資選 不過 粉絲也有跟我討論過 如果真的想安全一點的話 他們是會開車去到IKEA附近的 Aurelie Gold Train Station 直接在那裏搭Goltrain 去到Union Station 加上Union and Finch也有YRT 和Go Bus Station 去到不同的地方 3分鐘的車程 亦都可以去到主要的高速公路 Highway 401 10分鐘的車程 亦都可以去DVP Highway 404 南北行駛 收穫設備 Union Finch and Shepard 在留學生字典裏面 出名就是 食街 寒燒 拉麵 廣東菜 日本菜 北京菜 上海菜 甜品 娛樂商店 應有 刀油 上App 逛人 喝咖啡 吃甜品 在家裡樓下 也都搞定了 亦都有少量的商店 商店 商店 可以去到 North York Center 買菜的話 亦都可以到 Longos Metro 韓國的H-Mark買菜 都算方便 如果你想要 華人買菜 煲湯的話 我都會建議你 搭車去到 Fairview Mall 享受最新的 T&T Supermarket 比起一年前 其實真的方便了很多 WELLOW社區 其實都佔有很多 商業大廈 和Office 工 所以如果你有能力 加持到的話 在這裡附近 找一份工 真是夢寐以求 你想一下 一早起床 不用迫火車 不用迫巴士 步行十幾步 就上班了 何嘗不是一個 性價比高的機會呢 所以說到 社區的房屋價格 數據說 Willowdow接近八成的住戶 都是公如condo 17%獨立屋 3%排屋 以及極少數的半獨立屋 房屋年紀 一半都是 1991年 至2010年建成 23% 就是在2011年 打喉建成 代表的就是 你要做好準備 大多數這裡的公寓 都是15年樓齡 或者以上 在多倫多的新屋 和舊屋 真是有兩方面的好處 和壞處 新屋大致上 管理費相比成熟的condo 比較低 物業的品質 亦都是比較新正 不過不代表是good quality 成熟的公寓 大致上空間感的感覺 真是舒服 和擴闊 不過 公寓的管理費 價錢較高 和大廈的設計感覺 較為成熟 所以 Willowdow社區 兩房的公寓700呎 平均售價80萬 即是等於港幣470萬 管理費平均是500元每個月 赤價 就在1140元左右 一房的公寓560萬 平均售價是68萬 即是等於港幣40萬 管理費平均400元每個月 赤價是1200元 很多客人都問我 Kent 加拿大的管理費 會不會真的在一年內 布纜上升 其實我每次的建議都是 It Depends 因為每一間公寓真的不同 它們有不同的 PROPERTY MANAGEMENT GROUP 如果在三年前 我亦都會說 最好買新屋 因為 以防它這些管理費上升 舊的公寓 通常都會有較多的需要按維修 令到這個儲備金不足 不過 如果你有follow我IG 和Facebook的時候 你都會見到 現在較新的公寓 開始有臨臨種種的意外發生 一有意外就有賠償 有保險就有賠償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下一年的管理費 MOST LIKELY IS GOING TO INCREASE 在Willowdell 租一房公寓平均每個月2700元 租兩房公寓平均每個月3300元 成熟的獨立屋 2800呎平均售價是220萬 即是等於港幣1300萬 豪華的獨立屋3700呎 四房五次雙車房 平均售價是320萬 開始 即是等於港幣1900萬 這三年的升值在Willowdell 社區真是簡直萬中無一了 所以你要找的就找Kent 信安 買屋賣屋 一起跟你說一下 這附近的公寓 有沒有大型的意外紀錄 家庭區分析 任何價位 買賣和租 也可以找我全職多倫多 地產經紀和物業管理 總結來說 住在Willowdell社區 街之汗民的 都是熱鬧得來 但有安全 它是離開市中心 交通方便 又不會太煩 Willowdell社區 繼續會有留學生 因為它上學就近 吃得開心 住得放心 投資者的你都喜歡 因為客源念念不絕 流如滔滔抗水 不是租客選你 是你選租客 Willowdell社區 我會給86分 我是Kenson Honor 如果你喜歡我原創的話 記得在下面 CL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三部曲 然後分享到 快來到加拿大的親戚 或者朋友 如果你想要找 我幫你買屋 買屋 或者租屋 at any price point I would love to be your guide 在下面這條link when I can't sign honor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 加港區 我會知道 你端有多不想 我會想做 你端有多不想 我會想做 我會想讓你 你端有多不想